大家好把猪肝放进滚烫的油锅中 没想到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猪肝 我们在挑选猪肝的时候 要挑选这种表面光泽 颜色紫红均匀 摸起来比较有弹性 而且没有硬块和斑点的猪肝 这才是好猪肝 我们先将猪肝给它切成长条 这里大概给它切三厘米左右的厚度 切好之后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像是瓶中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给它装入大碗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然后下手给它抓洗干净 把猪肝上的血水冲洗干净 这里我们尽量给它多清洗几遍 洗好的猪肝控水捞出来 装入篮子里面控一下水 把扣好水的猪肝装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入底味 一勺胡椒粉去腥脏香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抓拌好后再加入适量的淀粉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使每一块猪肝都抹上淀粉 然后给它放一边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大蒜 用刀拍散 再改刀切成蒜末 再准备一块生姜用刀拍一下 再改刀切成姜粒 姜粒不需要切得太碎 像这样有点颗粒状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小葱 用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大把干辣椒 用剪刀把干辣椒剪成小段 干辣椒我选用的是这种微辣的 如果比较能吃辣的朋友 可以选择那种特辣的辣椒 全部减好之后我们再把辣椒籽 给它抖出来 辣椒籽是比较容易糊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给它抖干净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石油油 开大火把油温生至五成热 筷子闹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腌好的猪肝慢慢的放进来 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炸 刚放进来的猪肝先不要弄它 先炸至定型 炸至定型后再用落勺给它翻冻一下 这样使猪肝受着均匀一些 翻冻好后我们再把猪肝炸至一分钟 炸至这种表面微微翻滑就可以了 用落勺把炸好的猪肝控油捞出来 放入落盆中控一下油 再次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把姜蒜放进来 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炒香 炒香之后再把干辣椒炖放进来 再加入一小把花椒 继续开小火翻炒均匀 将干辣椒和花椒的香味炒出来 朋友们的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阿鹏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情境的动力 接着把炸好的猪肝倒进来 加入一勺把糖提鲜 再加入一勺辣椒面 用铲子翻炒均匀 接着再加入适量的柏芝麻 再把切好的葱花加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到20秒左右就可以了 炒好了出锅装盘 美味集成 这样做出来的猪肝麻辣鲜香 不管是用来下酒 还是当做小零食都是不错的哦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十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给阿鹏点赞 关注评论和转发哦 点击我头像课 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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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é τα